大家好,我是綠眼鏡 現在我在銀座站這邊 那今天呢 現在已經中午了 我睡了有點晚 放鬆的一波,睡了有點晚 我今天想要去採一些點 天氣之指的幾個點 像是我現在要去的這個 招日神社 就是在頂樓的那個神社 以及你的名字最後那個樓梯 還有一些天氣之子的 要拆的 蛋蛋幕會館 或者是 不嫌女之獎培育法 還有天氣之子都有出現的那個偷窺板 就是很高坡度的那個板 我應該會去踩這幾個點 那我們現在就去吧 好 那我來到這個八樓頂樓了 剛一開始走錯大樓 因為它那一棟剛才一開始拍的神社 旁邊有一棟大樓 那我走進去之後 它電梯旁邊寫著 如果要拆關招日神社 要在隔壁棟大樓 所以呢 我走到隔壁棟大樓 搭到八樓之後往上走 往上走就會看到我們的 招日道河神社 這就是陽菜 陽菜在這個地方呢 祈求這個 晴天來臨喔 還好今天是大豪天氣 昨天晚上有下大雨 我來找一個點來拍一下這個 經典的祈求的這個場景喔 祈求晴天喔 好 我們再來換一個角度 這是從這邊然後起雨走進來 然後雨就停了 雨水停止往上飛 好 那這就是我們第一個點 這個招日道河神社 我看一下有沒有圖 可以稍微比照一下 這是電影裡面的圖 然後這是實際上的 有點不太一樣 不過它就是招日道河神社的原型 OK 好 那這個地方就是差不多這樣 踩點完成 給大家證明一下喔 下面 哇 八樓 八樓 非常高 非常高 好 我們這個點踩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去電影中 這個神社真正在的這個地方 代代目的會館 那它今年底就要拆除 所以各位要把握一下 它今天就要把它完全拆除了 那我們這邊就一樣喔 給各位看一下 從樓梯 你要從樓下走上來 才會到我們這邊神社這邊 OK 那我們現在往代代目會館出發 Let's go 好 那我剛才稍微查了一下代代目會館 我發現其實先去這個 先去四谷虛惡神社 就是你的名字的這個最後龍跟山葉遇到的這個樓梯 應該比較順路 去完那邊之後 我們再往代代目會館 新宿那邊出發 OK 好 那我們到這個 四谷山丁木的這個虛惡神社 那從這個銀座搭到四谷山丁木站 喔 樓梯就在前面 我現在找到樓梯了 那我們去看一下那個 經典的樓梯 超多人在拍照 對 那我們也去上面拍一下這個 從那個經典的場景拍下來的感覺 這個角度 這是電影 這是實際上的 來拍個照片 好 那就是剛才拍了一個走上來的 那照片也拍了 好 那就是剛才拍了一個走上來的 好 感謝這邊的外國人 這個點也是台灣的 那去這個神社裡面 去神社裡面 他會看一下 OK 那神社本身也很美 神社的本身也是很漂亮 那我就來 贊拜一下 贊拜一下 其實是蠻大的一個神社 OK 那我先去洗手 之後去拜一下 很多洋菜 很多洋菜是怎樣 好 那我剛進來後 忘記把這個帽子拿下來 對不起 對不起 還好我剛剛那個參拜的時候 趕緊先把帽子拿下來 再做參拜 我現在來看有沒有會馬 或者是一些紀念品之類的 來試試看 這個山子我覺得不錯 200塊 抽一下 OK 抽一次 欸 欸 這是我的事業 開來看是什麼 欸 終極 前草抽的這個 兇的籤 現在已經變成終極啦 看看他寫什麼 金錢運 賭博的事情 怎麼樣 需要我賭還是不要賭 行動 怎麼樣 這個我可能又要問一些 我的那個 回日文的會員朋友 問他一下 然後這邊有一個 天造大神 還有這個 伊莎拿去 伊莎拿美 就是很多余智博的技能 其實都是從這些神明來的 看很有趣 100抽一個 裡面是什麼 來看一下 日本樓神話 第五番 我抽中阿媽提拉斯大名神 這個 我也要請人家接簽一下 本來一個就是跟這個神社結緣的 四股虛赫神社 那我們接著要去這個 代代幕會館 OK 那我現在再往JR站的方向 我從JR信濃亭站 直接往代代幕站前進 從神社走出來的這些路 我很喜歡的 這種很小條 然後旁邊是日式住戶的 這種感覺 很讚 東京真的是 剛從銀座那邊 高樓大廈林立 然後到現在這邊 四股三地木 聚合神社這邊 反而就 非常多很傳統日式的建築 一下轉變也太大 你看這邊 很讚 很讚 好我們往這個 JR站前進 來到代代幕站 然後 各位 看到後面那一棟 正在維修這一棟 已經在維修了 本來這一棟 然後 旁邊是這個 soft bank 沒錯 soft bank 原本想要拍這個 同角度 全部都是這樣 現在已經完全的進入這個維修的狀態 要拆除了 現在已經完全進入 拆除的狀態了 OK 結果沒想到十一月出來 還是已經進入這個整個包起來 看不到的狀態 要拆除了 好可惜好可惜 好 那我們現在要去那個偷窺板 就是不騎的女主角 培育法 還有仙記之子 裡面都有出現的那個 波度很高的那個偷窺板 好 相當重的抹茶味 相當甜 再來是 一個甜點圈 外面的餅皮很甜 然後脆脆的 不錯吃 還有一個薯餅 就這樣 當我的一個點心 有點冷 但是 蠻脆的蠻脆的 還不錯啊 這兩個小甜點都還不錯 飲料也不錯喝 那我們等一下就出發 前往這個偷窺板 好 那我出站之後 旁邊就有一個學校 看起來 這邊有很多這個 看板 OK 大家看 非常多是看板 對面也是 非常多看板 我是不是來到文化祭啦 就是這邊是一間學校 然後門口就是大家都可以進來 所以代表今天是文化祭的意思嗎 我來到文化祭了是不是 那我要先掛一下文化祭嗎 這麼猛喔 這麼幸運嗎 太苦了 太苦了 是第50屆的學習院大學的 英領祭喔 大學的文化祭 因為每個學校文化祭 會叫的名字不一樣 它叫英領祭 那裡面就是很多社團在擺攤 有點像園遊會的感覺 賣吃的啊 賣衣服啊 其實很像高中耶 這邊還有很大的一個 托創運動社團在玩 那我這邊 已經接近晚上了 我就隨意走走看看觀光 看觀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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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台上好像在玩什麼 綜藝節目喔 感覺就是 學生會辦的嘛 動畫裡面的劇情就是 都是這樣嘛 呵呵 但是它並不是辦在那個 就是教室 像高中的動畫 有文化祭是辦在教室走廊前面 跟外面都有 但是大學好像就是 都辦在外面吧 然後吃的東西居多 然後有些社團是在賣 他們自己的產品 還有什麼音樂社團 應該也是賣他們那個 自己製作的CD之類的 蠻酷的 好 那差不多逛完 其實蠻大喔 逛了大概半小時左右 其實它的其他的 每個校區裡面 因為我剛剛看那一本 然後我就有去各個校區裡面 每個館都有不同的社團在擺攤喔 那一些什麼科幻的社團啊 我是沒有看到那個 最常出現的文化部這種喔 就是那種萌萌搭社團 我有看到類似青鷹社啦 然後 古典部 賓果那種古典部 好像也沒有看到 有音樂製作社 但我沒有看到遊戲製作社 反正有很多 那賣次的也很多 台灣大學的校慶 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會有 這種很多社團一起 跟動畫應該演得差不多 就是他們的文化季 不管大學還是高中 應該差不多 但是台灣的高中比較偏向是 有很多的那種 比如說 我們沒傳社會有沒傳社社慶 樂武社會有樂武社的懲罰 康府社會有康府社的社慶 樂音社會有樂音社的懲罰 就是自己辦 但是他們這個是綜合 在這個校慶的時候 所有的社團請朝而出 吸引很多人來 然後在這個校慶裡面 每個社團都有表演 因為我剛剛看到最後面 還有一大排在排這個 應該是要看不知道什麼表演喔 他們就排了一大排 然後中間也有一些活動 很酷很酷 還沒有到很日本新村校園的感覺 畢竟是大學校區 不會像高中一樣有那個很明顯的 比如說什麼樓什麼樓 幾年級在這邊 大學就是一棟一棟不一樣的 這種感覺 但是很幸運 對 我只是要來這個偷窺板 結果沒想到 一出站 就看到這個 英領記 他們大學的英領記 好 那我現在一直在走 我怕我是不是有沒有走錯路 我看一下 我沒有走錯路 我現在就持續走 再走大概六分鐘 我們就會到偷窺板了 OKOK 好的 那我走到偷窺板了 那大家看一下這個 這個 超斜 真的超斜的 我先拍天際之子的 然後來拍 不期間女主角培育法的 這個照片 給大家對比一下 這個是原本的 這是現實的 欸剛好有一台車 剛好來來來來來 有一台車 這邊是動畫的 然後這是 現實大概長這樣 抓這個比例喔 抓這個比例喔 差不多差不多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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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等這台車到那個位置 剛好取起來 好這個是動畫天氣之子的 放晴的時候 放晴的時候 再來是 這張這個封面圖的 位置喔 看一下 這樣 因為它是直式的 大概是從這個位置這樣 直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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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起來是這樣 直式的拍起來還不錯 再來是這張 也是它的封面 這個位置 這樣 基本上差不多 後面那個P也有 後面那個P也還在 好最後就是我們女主角 加藤慧出現的場景 喔是台車 剛剛是台車經過 但是就是這樣 站在上面 正中間 這也太危險了吧 這邊很多車欸 這樣子很危險 加藤慧 好 那剛才那個偷盔板已經拍完了 真的是很陡 走上走下這樣拍拍拍 蠻累的 那最後也有請人幫我拍一張 這個 跟加藤慧一樣的照片喔 這裡 啊然後就是原本的 原本的長這樣 我的長這樣 一樣 因為我一樣 除了那個角度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幫我拍的人 不要叫人家站在大馬路中間 但是這邊的人不錯欸 就是很多人在那邊拍照 但是那個車子啊 看到有人在拍照 就會停著 等大家拍完再走 很多人在那邊拍 還有它是一個名勝景點 現在已經快要6點了喔 我趕快去我今天所預計的 最後一個站 田瑞站 就是陽菜跟這個梵高 遇見的地方 他們最後一次遇見的地方 跟他們第一次飄起來的地方 那個很經典的地方 大家去看了就知道在哪了 OK Let's go 那一次經過文化記 後面那隻熊很Q喔 他們的吉祥物 他們的吉祥物 很多人在找他們拍照 真的是 很嗨很嗨 而且校園裡面的那個 美景很多 美女很多 超晚 我要趕快趕去 可是我經過學校 又再進來學人記 到現在5 6點還是非常多人 而且學校裡面 你看我剛剛那個眼神一個飄移 就是 這個 校園美女非常多 而且現在 五六點人還很多 然後美女很多 醃製很高的一個學校 而且我剛才看到有那種 帥哥美女選拔賽 有時候動畫也會出現 比如說這間什麼高中 就會變成什麼什麼小姐 就是笑花笑草的選舉 因為我看到他們有 穿著很正式 很像王子的衣服 然後披著一個 很像冠軍的肩帶 應該是選美吧 那種比賽啦 每一班派出的那種選美 可能有 每個社團我不確定 看起來像是這樣 好那我們現在要趕緊 跑到那個站裡面 又有美女在被合照 又有美女在被合照 我們趕快去救她站 一個的聖地巡礼 好那各位 我剛才說要去甜蕊站 我已經去完了 但是這段放在去甜蕊站之前 但是這個時間是 已經去完甜蕊站之後 然後來到新宿 我剛來到新宿 然後去吃個 戰力壽司 下一部影片就是我們的 一千元吃戰力壽司 我覺得非常不錯 因為我已經在甜蕊站那邊 做人收尾了 但是我現在來到新宿 又看到了幾個點 所以我就想說 乾脆一起把它巡礼完 那首先我們來到這個點 就是新宿的這個 網咖 對就是這個 翻高一開始出現的時候 然後他沒有錢 然後跑來住網咖 就是這邊這間 來我們來對照一下 就是 鳳化裡面的新宿的網咖 這個就是真的 剛剛聽到後面 就是喊聖地巡礼 沒錯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OK 好那我現在來到了 洋菜打工的麥當勞 那我現在找不到那張圖 但是 大概是這個感覺喔 這就是洋菜打工的麥當勞 那我們 新宿還有大概 我不知道還有幾個點 我們繼續走一下 我們繼續走一下 我們看看洋菜打工麥當勞 有沒有洋菜在裡面喔 跟洋菜打工的造型是一樣 或是那就是日本麥當勞的造型 日本麥當勞店員就是該這樣穿 沒什麼沒錯 那個白色藍色的 就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 我去找那個大十字路口好了 我現在因為麥當勞就在 新宿十字路口旁邊 我們去找那個 就是有警察的那個路口 那裡我有照片 我來試試看 好那我們接下來 這邊是來到這個 蘇打十字路口 在新宿站這邊 出來就是 警察 警察就是在那邊 兩個警察 然後把那個 拿槍對空銘槍的 那個小哥 在這邊 他們把他抓住在這個位置 我來給大家一下 對照圖 我們有火車經過 有點大聲 收音怎麼樣 好火車經過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對照的圖 大概是這個位置 圖長這樣 那現實中是這樣 你看旁邊這個 旁邊這個販賣機 一模一樣 看一下他台販賣機 然後左邊的這個 畫圖小朋友塗鴉的牆 欸彩虹 差不多的 大概這個感覺 兩個警察 然後這是現實 這個拉大這樣看 相當之高的畫圖 OK 那我們再前往下個地點 OK 那我們再前往下個地點 再來是 樊高被警察 早上的地方 天下一屏 這個位置 樊高被警察 就是 要被抓的地方 就是這裡 OK OK 最後就是這個樊高 沒有地方住 在這一個垃圾圖 這裡 然後整個看起來 就是長這樣 因為後面 也不夠 我也只能這樣站 整個就是 樊高住在這個中間 中間這一洞 就是這邊有個垃圾桶 連這個燈籠都還原 45它是寫55 整個這樣推過來 再給各位看一個 這樣 非常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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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新宿站 五個店都跑完了 好 那我們就進入這個 最後田瑞站的畫面 田瑞站 我覺得非常好看 田瑞站的那個 最後那個拍攝 感覺不錯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好 那我們就馬上進入田瑞站的畫面 現在還沒六點就這麼暗 超級暗 其實看起來 後面天空蠻亮的 但是因為有那個路燈 這邊就是田瑞站 那從南口出來 我已經看到前面有人在拍照了 羊菜跟那個 帆高的命運交會處 有人在命運拍照 所以應該就是 這個位置 我來對照一下 這是他們相遇的地方 也是這麼多人 在這裡 但是它這個拍攝的 角度拉得很高 可是後面已經沒有辦法 再往後走 所以頂都這樣 都這樣 這個看板 對到後面那個看板 然後它是在這個上面 它在這一根上面 然後大概就是這個感覺 不錯不錯 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也是很經典的 除了剛剛那個 從側邊拍的之外 這個部分 從下面往上拍 也是很經典的 但是我現在找不到 那一張實體的對比圖 那我記得 最後他們是 在這邊抱抱嗎 是在這邊嗎 然後飛起來是在上面那邊 第一次飛起來 就是他要回家 送他戒指的時候 然後他們最後 是不是在這邊 反正這邊就是這個 我一直找不到那個 詳細圖片 對我憑我的印象 做這個拍攝 然後今天 瑞站 我剛剛有請那個 外國人幫我拍 很多外國人也是 慕名而來 OK 洋菜在哪裡 我現在已經找不到我的 私業了 現在又找不到我的 洋菜 洋菜在哪 私業你在哪 我在虛惑神社找不到你 我在這裡也找不到你 洋菜 好 已經完了 現在非常晚 那這一次的為聖地巡禮 非常的特別 今天就比較free 前一集的 女高中生去錄日常 在那邊一個一個對 這一次電影的就是 簡單的簡單的 然後還遇到了日本的 大學的文化季 雖然不是高中的 但是 居然遇到文化季 要去不牽女主角培育法的 這個 多虧版的時候 居然遇到了文化季 那我也拍了一些照片 我都會附在影片中 或是發在IG上面 我修一修之後 會附在影片中 或是發在IG上面 那大家可以去追蹤我的IG 或是按讚各種影片 OK 想要看到更多 我的影片 更多日本系列 但是日本也都差不多 就到這邊了 我也只來三天 明天要回去了 明天早上要趕到機場 OK 我視頻已經喜歡這影片 幫我訂閱這頻道 按讚跟小鈴鐺 我在這邊尋找羊菜的路途上 跟大家說再見 羊菜 羊菜 OK 是田瑞站 OK 好 這是那個六本木展望台 我們本來想要 從那個新宿回去之前 要去這個六本木展望台 就是 羊菜祈秋天晴的地方 在這個的上面 在頂樓 但是它的那個 可以上去頂樓的時間 只能到晚上八點 所以呢 我就選擇到這個室內 沒有軟到頂樓的 可惜 這個非常寬闊的夜景 但是沒有辦法用講的 所以我直接錄一個 看可不可以錄到 給你們看 這裡真的是一個很放鬆的地方 這邊還有一個小咖啡廳 整個東京一覽眼裡的夜景 超級放鬆 看了就明天不想回去了 回去還有很多其中 跟一些 跟一些事情 很多事情 看看這個夜景 我想要就這樣坐在這邊 好啦 該回去做事 還是得回去做事 OK OK 純粹記錄一下 這是東京最後一個地點 就是東京鐵塔 就是東京鐵塔 OK喔 好那我們這是東京之旅 今天的最後 除了剛剛那個瞭望台之外 最後來到東京 東京鐵塔 我們來看一下 就這種感覺 調一下這個亮度 給大家看 拉近拉近 看看這個詳細度 喔這台相機的極限是什麼 這麼極限喔 不錯不錯 相當漂亮相當漂亮 這就是補後面的畫面喔 這樣很美的做一個收尾 好不好 來我們來神還原喔 好再來是這個敬位 準備搶餅乾喔 準備...他們是猜拳喔 這是照片 然後現在有一個 有一個爺爺在 在吹他的笛子 現在有一個爺爺在吹笛子 再來是...這張 這張 猜拳先筆X 先筆X 然後... 石頭布這樣 這個位置 完美 來吧 來吧